這個睡覺的碰城 若是外地 就要叫大型火器部來處理 高雄一年是處理十萬年 外地的碰城 不過每次請問是都要另外派車 回到用大型機具來抵抗 添到賣掉的新聞 起床就更定 明年完蛋開始 火車碰城就要收錢了 最多一個 要收七百塊 按照單人 雙人 或是獨立桶的方式來計算 今天由二百二十五塊到七百塊不墊 起庫統計 起床搭配進行拆解 貨稅等末端處理 考量使用者付費原則 並反映清運拆解處理等各階段成本 起庫統計這兩年每一年火器碰城的 運用大約十萬層 可能就林立 還有有料成本 加上千萬之後 這些民層要處理的定屬非常合作 才確定要輸用這麼負貴 因為你看他們出動也是有人緣嘛 對不對 有油嘛 對 回收奉承要從整個民眾大部分都認同 但是也有人歡樂 有可能帶動在的勤工藥借 也要抵抵收錢 還是說有人故意看館池去等碰城 但時尖對這個藝圖 林金的大南池到冰冬館 在這個陣前沒有作出費用 現在王劉廷跟憲君共報道 我們就在這裏天上 我們就在這裏天上 小段的路由 小段的路由 我幫助 我今天買